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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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非常高兴今天是这个 一年一度的年终 总秦法的吉祥日 每次到了这个日子 都非常的感动 我都觉得 在这个世界 还可以 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但是 希望这种感动 不要只出现在 年终秦法的这一天 仲法实修 它是应该 是一个佛弟子时时刻刻 应该有的特质 如果 仲法实修的人 他也会得到实修的 真实解脱的功德利益 如果图具表象 好要佛法 或仅只是 有佛缘 对佛法有粗略的兴趣 这样来参学 没有下 真正的决定心 没有真实的发心 那修学的结果呢 会让人大失所望的 也没有所谓解脱的功德 所以 今天这个 年终总秦法的日子 是非常有象征意义 教化意义 也对 所有的佛教徒呢 有一个示范作用 大家是如此的 以因重心 来清法 在佛典中 有讲到 诸供养中 法供为罪 做种种的供养 它是 法供养是最上手的 最舒特的 没有一个供养 可以超越佛法的供养 无论是弘法立生的供养 或自己修学 正悟佛法的供养 那都是无与伦比的 世界上没有 什么样的凡俗之物 凡俗之情 可以凌驾其上 那所有的布施 又以法布施为第一 我们布施有三种 财师 法师 无畏师 如果法布施给别人 这个人他得到佛法的一词 心开意解 得以走在正确的涅槃 解脱道上 那财布施 无畏布施的功德 也都将具备起来了 所以诸布施中 法布施为第一 那有鉴于此 侵法的功德 就更不可思议 如果你有 参与年终侵法 或者参与到场 重要的种种的法会 每一次的法会活动 纵使你是没有在会场 纵使你是在会场的角落 负责着为安 清洁 伙食等等 备办的工作 甚至佛法教义的开示 都听不清楚 但是你那一天的功德是无量的 那一天参加法会当义工 维持秩序 维持清洁 承担种种佛事到我 那一天专案处理都能回向 而且功德是非常扎实而多倍的 那如果又参加了今天的 年终种请法的功德 这个功德又超过我前所说的功德 为什么呢 今天你来请法 这个功德呢 在佛家语讲 法不孤起 欲缘则生 这个佛法它不能孤立 或者是没有任何要修持佛法 听闻佛法的众生 而这个法它显出它存在的意义价值的 没有 就是有需要佛法的人 需要修佛法的人 需要因为佛法而破迷 规矫 或者需要借佛法离苦得乐的人 这个法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佛陀以一大事因缘 降生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实在这一大事因缘 是要来帮助众生 了脱生死 揭开生死奥秘的 这么样一个大因缘 所以佛陀它是万德之尊 就是要下生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 受尽了种种的困难 痛苦 其实就有如在代受众生的夜苦一般 为了要把佛法洪传而三转法轮 所以佛法要兴旺 就要靠护法还有情法的人 佛法不兴旺 不洪传 那可以说是天灾燃祸 风烟四起 道德沦丧 苦不堪言 所以秦法的功德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在其他的教法修正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显现 如果你在秦法上面 有常常做到横转法轮 那就会续佛会命 我们常常都来祝贺 有人祝贺佛陀的圣诞 有人向上师祝贺 希望上师法轮横转 对不对 那句话讲得可轻可重 轻轻讲吉祥话 重重的讲你要不要直下承担 法轮横转 你要吗 你要承担吗 如果你要承担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我们都听过 这个奇数即孤独圆 这个故事 这个公案 有名的公案 即孤独长者呢 他要轻转法轮 就是要轻法了 对不对 但请佛陀到他那里去说法 佛陀说需要一个适合的地方 金色也好 陵园也好 那佛陀是大爵士尊 与他寸步不离的弟子 就有一千两百五十人居 对不对 就是不想离开他了 出家了 那更不要讲偶尔来拜议他的人 那很多啊 所以你要请佛陀去说法 佛陀当然要需要一个适合的地方 这个己孤独长者他就是 没有这样一个地方 他要去买 听说祈陀太子有一个陵园 很好 很合适 宽敞 那祈陀太子听到了 就说我不卖 除非你黄金铺满我的陵园 己孤独长者这下 不知道是被积一个太极了 还有还是这个发心的非常具足 真的就变卖家产 用黄金一块一块铺 铺块满的时候 祈陀太子讲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请谁来 他说我请佛陀来说法 佛陀是怎么回事 他就跟他解释了一下 他说不行 这功德两个人做 这一半要算我的 他说不行 你已经说我铺满黄金 就是我要卖给我 我已经快铺满了 他说地上的树算我的 所以在己孤独长者没办法 所以这个就叫齐树 齐陀太子布施的树林 己孤独圆 就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念很多的佛经都有 齐树己孤独圆 哎呀这是圣贤给我们做的典范 真是了不起 我们每次在读圣佛经 都会寒毛直述 这些人 这些古圣先贤 他也是人 也是血肉之躯的人去做的 他的果位也是由他 因地修学凡夫众生 而修积起来成就无上佛道的 也说这佛法在于你生性去行持 他就一定能够成就 为法妄趋 为法妄身 为法可以舍弃之财的人很多 但是我们从古代的种种的公案 听到现代 总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这么多的公案 那主角就不是我了 也就是说成就的人 人就不是我自己了 我们永远在读别人的公案 随喜赞叹别人的公案 我们的道场 在十多年前草创初期 就是这样子 设一个小道场 然后设这个道场的时候 有一个女众 她先生是一个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 那这个女众的弟弟 妹妹 还有她们联姻 所嫁的 所娶的 这些人 都是医生 院长 主治医师 等等的 我说哇 你们这是医生世家 她说不是 是巧合 很奇怪 我们大家都往医学走 然后娶太太 架先生也都会跟医生联姻 这有没有什么姻缘 长辈有没有这样 她说我们长辈在台中老水南那边的寺庙 常常就是请法师去讲经的 所以我们这边出很多医生人家都说是我们长辈 我们老一辈在那边 请转法轮 这样修基下来的福德 批应到我们子孙 我听一听很有道理 可信度很高 长辈懂得去做这种功德 就是留德给子女 留钱给子女会花光 留德给子女 那别人抢不走 是不是 所以德为福之母 你有种种的功德善德 他会生出种种的福报福气 来滋养众生 所以有智慧的人他是留德于后世 那么佛法的弘扬的法运兴衰 在于有人请法 如果没有人请法 没有人要修行 没有人对佛法有兴趣 那这个佛法要讲给谁听 所以如果没有人懂得请法 佛法它在地球上会消失掉 所以现在啊 现在末法时期 佛法在地球上已经是视为的时候了 为什么呢 大家看表象佛法很红展 真的实修佛法 或懂得佛法解脱道的人 真的很少 很多的人把佛法当作爱心 做善事 拜拜 求签 化消灾结 对不对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佛法 这是附属佛法的 分支的 它的一些功德利益而已 或它所显现的一些德能而已 佛法的本体并不是如此 佛法它是令众生 受持佛陀无上的智慧 而布上涅槃极尽的道路 自立立它的行持 那才是真正的佛法 所谓的究竟解脱安乐 才是真佛法 但是现世 自立追求 究竟解脱的人呢 少 所以称之为末法 那末法时期 身为佛弟子 越要卷起袖子 把这个现象当作自家的事情 承担起来 你周围的人 莫过于你的至亲 家亲眷属 夫妻 子女 这些至亲 六亲啊 这些谁度啊 这些就靠你了嘛 而你都还没有决定心 人生又这么短 看你怎么办 那说明你这些人 要经历下一次的轮回 在经历下一次的轮回 你们未必会在一起 未必会相认 而轮回的痛苦 它是有真无减的 所以现在万事俱备 之欠东风 我们各种修学佛法 自立利他的 人事物 种种的要件 因缘都具足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发决定心 直下承担呢 这就是相当遗憾的事情 人生在世 你不下决定心 好好的修学佛法 自立利他 还有什么事情 值得你下决定心呢 你可以举出来听听看吗 当你下了决定心 直下承担 尽行寿或尽未来寄 都要弘法立生 这对你其他的事 并无折损 并无抵触啊 是不是 所以很多同修 智慧不足 思考不够周远呢 有大的这个因缘福报在眼前 自己不懂得掌握 那就很可惜 你看 与这个普贤供养 或者我们密宗 把它浓缩 成为七支供养 对不对 有请佛注释 请转法轮 常常请转法轮之前 要请佛注释啊 请佛注释 请转法轮是并排在一起的 释迦摩尼佛他注释的时候 那这个他的弟子啊 阿难尊者 是起教尊者 他是佛陀的堂弟啊 随时在佛陀身边 当时这天魔啊 看佛陀承道了 三番两次用各种方法 劝佛陀入涅槃 说你可以死了 你可以入涅槃了 常常劝他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恐怖不是这个天魔长得很恐怖 天魔大部分都是很英俊或很美丽的 恐怖的是什么 是佛陀的慈悲 纵使是天魔 他都会随顺 所以天魔一直劝他 天魔也是众生啊 菩萨是随顺有情的 更何况是佛 所以这佛看度众生的因缘未至 他就有一次阿难尊者在旁边的时候啊 佛陀在这个僧团结下安居的时候 示现病苦相 因为众生的这个业力磨饶障碍 佛陀示现代众生苦 所以全身发痛 苦不堪言 这个时候叫阿难把他掺扶到内室 就跟阿难独处 跟他说佛修四神族 也就是我们讲的四如一族 修到自在任运的时候 可以不入涅槃 住世长达一劫以上 也就是说我的肉身可以不死 我修四神族可以不死 已经可以达一劫以上 佛陀讲了三遍 为什么他这样讲 他要让阿难修 请佛诸世 阿难他就是 可能是恍神 可能是没注意 他就原来这样 佛陀又讲一遍 他又没有反应 讲三遍 佛陀观察阿难为 魔力所障蔽 没办法 因缘如此 那就只好接受了 魔王知道这个事又来了 他又说佛陀阿 你该入涅槃了 佛陀回答他 我入灭的时间呢 我自己心里有数 你不用这么急着催促我 世界到我就会入灭 三个月以后佛陀就入涅槃了 所以这个事情回想起来了 阿难他这个佛弟子 没有及时的请佛注释 这是众生无福 当然阿难尊者他也很遗憾 因为魔力会障蔽 人的亲民的理智 佛陀他成就正觉的时候呢 他在菩提树下 禅座 禅座 思维 我证悟到这个 涅槃寂静 无我信空的法门 这娑婆世界的众生 以地球为主的人 他们是不可能会相信 不可能会羞耻的 所以我如果下座弘法 那也是没有多大意义啊 所以他就想作画 就想入涅槃 这时候赶得 这天神 第四天跟大梵天 两位大天王 他们来修什么 请佛注释 第四天王 那就是我们台湾民间讲的 玉皇大帝 他就供养了佛陀佑玄大白法罗 那大梵天王就是四面佛 他来供养佛陀一枚千佛金轮 这两件法宝是非常吉祥 又象征弘法寓意的法宝 让佛觉得很契机 而接受了两位天主的再三劝请 决定不入念来弘法立生 才有之后的初转法轮 二转法轮 三转法轮 大白法罗 表伐 法因旋流 千佛金轮 表伐 法轮 横转 所以 这两位大天神 这两位天主的天福 已经不可思议了 对不对 还懂得来修 请佛注释 那他的功德更是难以言全 所以 古圣先贤 天神 很多的行者 都在教我们怎么修行 我们短促的人生 千万不要跟错人 学错事 你跟错人 这人都是给你示范坏的 给你灌输 我毒 贪嗔之慢疑 杀到淫妄酒 你为他所 所制 所迷惑 或者你学的 都是错误的知见 错误的法门 那你有限的人生 投注在这种偏差错误上 那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所以人生在世应该常常忏悔 常常感恩 忏悔过去所造的诸种罪业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修学佛法的因缘 没有很深厚 腹很薄 常常忏悔 可能多生累劫 常作为缘给别人 叫人家不要修啊 叫人家刚刚好就好了 控制别人 打压别人 批评 绩效 悔辱别人 今生你修的时候 你真难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要忏悔前夜 感恩一切 对我们现在得到的一点点的佛缘 可以忏悔业障 修基福德 我们都要有心生感念 让他更加的增上 真心实意要来弘法立生 他要有一点准备 就是有一点要牺牲奉献的 但是这些牺牲奉献 就是绝对值得的 那种牺牲奉献也不是吓死人的 要你吸收什么大事 让你呕心力血 也不是这样 他就是要你不要做世俗五欲人而已 一直贪嗔痴慢疑的在那里过日子 让你去修起去度众 把你的身与意投注在弘法上 成为一个弘法人才 无论在家出家 都可以功德无量 希望大家立志做这样的人 我以前我的一位聚恩德的法师 他说你做世俗的工作 你这不会感念你 赚再多的钱归老板 是不是 你做这么多事情 经历这么多人的接触 给人的服务的层面有限 就是利益人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人家也不会感念你 人家都会忘记你 如果你弘法立生 牺牲奉献 你利益人的层面是深远的 人家生生世世都记得你的恩德 我一笔 差这么多了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所以短短的人生 应该做最有意义的投注 所以我决心 众生要弘法 利益众生 自己弘法立生 我还要劝别人弘法立生 要集众人的力量 来完成众生的种种的善业 还有解脱圣事 所以我这个同修 希望大家都能登上这艘法船 不要白白浪费了这样的一个上善姻缘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